第六十五集 突袭 韦孝宽问碳水的侍卫说 咋样 碳水的侍卫边穿衣裳边说道 这天气并不算冷 可拿水却是贼凉 咱不是问这个 咱没有问题 让凉水鸡鸡反倒觉得舒坦 看你扯哪儿去了 韦孝宽不满地说 咱是问这桥好不好价 没问题啊 好价好价 那侍卫穿好了衣裳 他补充道 靠咱们这一边的水 都没有一人身便于打桩 最有意思的是合珠心 最浅 水只有腰身 若再退点水 那沙就会露出水面 形成河滩 反倒是靠近对岸有一深坑 那水呢 有一人多深 咱想 乔庄只要打到核心的沙洲就够了 砍几根长树 做成梯子状 一头捆扎在江心之桩上 另一头 不就搭到对面的岸上了吗 嗯 好办法 就照这么干 韦孝宽说着 一巴掌拍在了马屁股上 把他的坐骑惊得跳了起来 正在此时 两名侍卫领着个精瘦的老头过来了 这个人 五十大几岁的年纪 背有一点坨 原本就是在此驾渡船的烧工 他对众人说 此地叫瓜州渡口 因为江心有一条两头略尖 壮如苦瓜的沙洲 而得其名 这瓜州渡口 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蒋孙盛听说老嫂是百渡驾船的 他就问道 老婆 您的渡船呢 这水上 可是看不到一只船呢 哎 两岸都是兵 谁吃了豹子胆 还敢在水上乘船呢 这老嫂很健谈 也不拒军人 他神情自若地道 对岸的兵一到 咱就把船沉河里了 长孙盛惋惜地说 哎 可惜了 那可是您谋生之家事呀 哎 不碍的 这老嫂看了一眼长孙盛 他接着说 咱在舟中放一大石 摇晃船帮 把水灌入舱中 船就沉底了 不及日 那舟就会被 泥沙掩盖的 不露一丝痕迹 待到冬日 水退了 你们的队伍也走了 咱再把他 从沙里刨出来 毫发不损呢 嘿 好办法呀 长孙盛由衷地道 哎 好什么呀 成日皆是在 提心吊胆中讨生活 那是人过的日子吗 这老嫂摇了摇头道 据咱上上辈的人说 这瓜州古渡两岸 原先都是商谷云集之大阵 涨水的季节 水中也是 强翻林立 不过 打咱既事起 却从未见过 此景致呢 您目下 驻扎的武智也好 对岸的武德也好 还能见到几家商铺啊 仅留下两个空鸣而已 而这水面上啊 则更是难见 一条航行之舟啊 哎 是啊是啊 韦孝宽接过话头 掠了一把银须说 咱与你一样 也都是血肉之躯 也不想打呢 没打完一仗 总是在想 这是最后一仗就好了 可是呢 哎 办不到啊 韦孝宽 一回了帅长 就没有了对 老嫂的温婉和怜悯 他面色严峻 对前来议事的 各行军总管 做出了三项布置 一 赛泉军 征召会做木工 和造船的军士 上山伐术 破板 置木桩 并吩咐人 去采购 锤 锯 钉 绳 等等物事 二 命梁氏燕 在自己军中 挑选一千名公奴手 接受副监军 掌孙胜的特训 三 向全军发出战斗总动员 熟胜熟腹 再次一举 一定要力求全奸 御池敦的十万大军 议事完毕 梁氏燕回到军中 记着十万岁 从全军两万余氏族中 挑选出一千名公奴手 以赢掌孙胜 因为掌孙胜 肩负着 傅监军之职 代表朝廷 身为前辈的梁氏燕 对这位年轻的将领 也是不敢马虎的 可是血气方刚的偏将 十万岁 将公奴手 挑出来之后 却故意 对梁氏燕说 咱从军中 只能挑出 九百九十九名士卒 尚缺一人 把咱安排进去 正好凑满一千人的整数 你 梁氏燕用严厉的目光 盯着自己的爱将 他说 咱知你是不服气 是不是 咱得警告你 此气堵不得 人家是朝廷派了的监军 是来监督散的 莫说是你 连老夫都得离让他几分 下官岂有不服之理 他不是天下第一审舍吗 这么好的机会 三百事还来不及呢 行 就是这个话 梁氏燕道 这一千名公奴手 正缺一个头 咱就把这一千人交于你 不过有一条 千万不能与其争强斗胜 记住 人家是朝廷派来的监军 知道 十万岁 乃是经兆杜陵人 他是军人世家出身 父亲使敬 在平齐战中牺牲 万岁因此 拜一同三思 在随梁氏燕的军队出征的时候 一次行军途中 见到燕群飞来 十万岁 急对梁氏燕说 请看 咱射燕阵中的第三只 这话音刚落 一箭射出去 那天上台第三的飞燕 立即落地 因此 自是射数精湛的十万岁 倒真想看看 掌孙盛将如何调教 此一千公奴手 然而 令十万岁意想不到的是 特训尚未开始 掌孙盛就打了公奴手们 一个下马威 他叫了一名公奴手 把弓拿给他看看 士族取下了公奴 掌孙盛接过来 两手一掰 啪的一声 那弓就折成了两段 再从另一名士族 手中取来一弓 弓架还是不错 一拉 咸却吃不住劲了 吃得断了 这么一连查看了 七八张的弓 合格的 仅有两张 仅此一招 即把一直陪在现场的 梁氏燕行军总管 弄了个灰头土脸 他赶紧看了一眼 身边的十万岁 万岁对此 倒是显得出奇的平静 接下来 张孙盛把要领告诉大家 要大家对自己的功 进行自查 过了一会儿 他要求 自认为自己的功 合格者站出来 一千人中 站出的只有两百多 张孙盛检查了 其中几个人的功 证明确实是合格的 这种情形 行军元帅 韦肖宽 马上就知道了 他命各行军总管 在自己军中 各条最好的二百张弓 活速送到 梁氏燕的军部 交副监军 掌孙盛验收 这么一来 一千名受训的功弩手 有的竟得到了 两张好弓 接下来的事就简单了 掌孙盛的剑术 全军尽人皆知 能得其真传 谁不争先恐后呀 十万岁一不多说话 总是默默地 配合掌孙盛 忙前跑后 某一日呀 插在十万岁后背的 一张弓 引起了掌孙盛的注意 他说 石将军 能否让咱 瞧瞧你的弓呢 当然可以 十万岁把弓 交给了掌孙盛 他不解地问 咱这张弓 难道也有问题 掌孙盛拿在手上 颠了颠 又瞧了瞧 还给了十万岁 他说 有劳将军 开一把弓 十万岁 动作轻盈 娴熟 拉了个满月弓 好 掌孙盛无比激动地 两手一拱 他说 石将军 射数了得 掌孙盛这几日 看来是在 搬门弄斧了 哪里哪里 十万岁一头雾水 他问道 掌孙将军 咋知道咱的射数还行呢 你的这张弓 既是明正 咱这张弓 能证明啥呀 你的这张弓 比咱用的弓还硬呢 此不足为训 十万岁摇了摇头 我说 这仅能说明 咱的气力比常人大 与射数是否精湛 没关系 哎 关系太大了 掌孙盛说 龚月硬 剑术的越远 杀伤范围更广 这是其一 龚月硬 射出之剑 飞得更快 稳定性更强 准头更大 这是其二 更重要的是 龚月硬 越南驾驭 没有大力气 没有过硬的射数 是开不了这张弓的 哈哈哈哈 说真的 听说你要来训练 咱军的弓弩手 当初呢 还真是有点 想与你一争高下之意 不过 你一入营 并没有先 显摆自己的射数 而是从检验弓的质量入手 一千张弓 一下淘汰了七百多 仅此一举 立马就增加几倍的战力 从那一刻起 俺就服了你 十万岁纵情地笑着说 他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此后几日 众弓弩手在两人 合力地调教下 进步神速 梁氏燕本就是个 生性多疑 喜欢琢磨事儿的老军头 一开始呢 伟肖宽请长孙胜 到其军中训练弓弩手 他还胡一不定 以为是有意安排监军 到军中搜集他的 受贿证据的 而今看到长孙胜 一心一意 只管叫士族建树 方才释然 既然如此 头脑活络的他 忽然心生一技 微笑宽决定 在沁水最窄的 瓜州渡口架桥 突破敌阵 那么为何不能出敌不易 从河面最宽处 直接杀过去呢 梁氏燕的军队 没有担负主攻 而是驻扎在沁水上游 据武至 上游十余里的最北端 以防御池敦的军队 从上游渡河投袭 这一天 侍逢伟孝宽和高炯 到营中视察长孙胜 训练弓弩手 梁氏燕就把自己的想法 说了出来 徒步过河 高炯即问道 哪里水深不深 河面开阔处 水就浅吗 咱才有此想法的 微笑宽 急对高炯说 监军要不要去瞧瞧 行 梁氏燕 只带了几名侍卫 领着微笑宽和高炯 沿江上行 然而 令梁氏燕自己都没有料到的事 因为又过了几日 水又退了不少 宽阔的河面上 东一块西一块 已经裸露出 大片大片的沙粥 清澈见底的沁水 缓缓从布满沙石的河床流过 乍看起来 河面虽宽 既是不架桥 亦几乎能射水过去 微笑宽见此 立马道 你可多准备点沙包 有水深的地方 丢几个沙包进去 军队既能汤水过河 中间几段较深处 临时打几根桩 铺几块板就成 这边河面虽宽 弄起来 其实比那边还简单 而且人不知鬼不晓 到时候等瓜州那边的战斗打响 你这边再动手 贼军只注意瓜州一出 届时 你从此地迁马汤水过河 咱的铁骑 既可指导贼的后方 把他的老巢掏没了 这几日 你可要严加防范 高九说 你好过去 人家自然也好过来 要严防其偷袭 还有 如果能悄悄地 把通向此间的路 修宽一些 让自重车通过 则更妙了 此都不难 梁氏宴应称道 伟孝宽和高九一走 梁氏宴就派人 到地方购置草带装沙土 并派士族 沿河开出了一条 可通自重车辆的道路 一场激战 即将打响 于对岸 武德不防的 玉池敦 其实 也非等闲之辈 他并非不想打过河去 一举击溃 伟孝宽的大军 他清楚地知道 只要把这支 朝廷主力击败 国内的整个形势 就将发生 根本的改变 想应父亲 玉池炯的人数 就会更多 夺取长安 也就置日可待了 可是派到敌方军中 进行策反的 玉池玉林 其实还是有消息传回来的 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 梁氏宴 崔洪杜 宇文树等将领 皆表示 可以考虑 归顺鼠宫 他于是坐镇军中 静等对岸营地出乱 就立即挥师过河了 可是仅过了几日 就再也听不到 玉池玉林的任何消息 他本人 亦是杳然无踪 而对方的营寨 亦始终都很平静 此时 若是贸人地杀过去 对方以山作屏障 以以待劳 岂不是去送死吗 他于是仍按兵不动 静等对方攻来 他明白 杨坚把他玉池家 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一定会命伟孝宽 冲杀过河 切实 可将朝廷军队 一举沙面于水中和沙滩 打着此算盘 扎紧迎债栅栏 坐等对方 涉水来攻的玉池墩 终于等到了 这一日 这日凌晨 还在睡梦中的玉池墩 就被侍卫叫醒 说是瓜州古渡对岸 有敌意动 是在做啥 尚不明了 玉池墩心想 好 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取一双 数日前 渡水口处曾经发现 有人涉水测试水深 曾派人前去阻止时 不料中箭 反折一员将领 今日 一定要报上一次的 一箭之仇 手下的侍卫 迅速地给玉池墩 穿上铠甲 他纵马 赶到前沿 这时候 天还没有大亮 一钩弯月啊 还挂在幽深的空中 透过水面 蒸腾之雾气 可见对岸 绰绰人影 往来晃动 气氛不同以往 正在猜想 对岸之敌在干什么 忽然有派至江边 侦查敌情的士族 赶来报告说 敌军正在往河边 运送木料 有的已经在水中打桩 像是要架桥 微笑宽这老贼 终于沉不住气了 竟敢如此疯狂 这玉池墩大骂道 并下令 派弓弩手 射杀之 数百的弓弩手 领命 冲出迎战 直扑江边 可是没等 他们射出第一箭 对岸箭矢 便如飞黄一般 直射过来 一是 玉池墩的弓弩手 事前毫无戒备 二是 经过了长孙圣 精心调教的弓弩手 个个剑无虚发 伸手不凡 眨眼的功夫 河滩上 便倒下百余巨的尸体 大多的士族皆深重数件 这边 尾小宽属下 运送木料 和在水中打桩的士族 则备受鼓舞 干得更欢 驾桥的材料 事前竟已经按尺寸备好了 桩打到那里 桥升桥板 随即扑了过去 转眼 河面雾气已然消散 天已经明朗 对岸的玉池墩 眼看着桥如鹿一般 从彼岸延伸过来 立命士族 拆去寨门 当作挡箭牌 这一招 果然灵眼 贼军弓弩手 把寨门推至河边 人藏得齐后 隐弓 朝对面架桥的士族 发射冷箭 立即就有架桥士族 中箭落水 随着落水者 越来越多 玉池军摇旗呐喊 骨脚升轩 士气大振 而就在此时 架桥士族 没有中箭者 皆纷纷逃到岸上躲避 张孙盛眼见自己 训练的弓弩手 眨眼的功夫 就失去了威力 心机如焚 呼的 他心生一计 传令 将赵明和石用油 拿过来 在箭杆上 绑上棉毡 或者是缠上布条 用油进过 点着 此一千名弓弩手 一个个都有一张强弓 于是 一只之箭矢 有如一条条火龙 飞射过河 钉在木板门上 燃起了熊熊大火 躲在门后的贼军弓弩手们 都忙不迭地 弃门而逃 有的 被带火之箭矢射中 顿时 就成了火人 似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